這次老吳收到了 神秘好友的邀請函 來到了高雄 尋著地址 老吳來到了一間公寓 究竟等在門後的在地友人 會是誰呢 好像很多人的樣子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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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你好 我好像是怎麼說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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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很棒 是的 好 可以 這不是在地朋友嗎 法文 日語 拖了句話 那你配搬 發文 超級 你來了 你為什麼在這裡 要看到 進來嗎 在我家 趕快下來 我聽不懂 一個發文 一個日語 快點啦 耶 你來了 嗨 又好嗎 還好 還好 所以這是我爸 這是我媽 你的家人 當然 什麼 當然 當然了 不好意思 這個語言太多了 我真的聽不懂 好 八國 日本 台灣出生 一個女生在這裡 這也不錯 很好耶 我們家庭 很棒的家庭啊 你會講中文嗎 我聽不懂 聽不懂 講台語不簡單耶 台灣 我告訴你爸爸演唱的 當然啊 沒有 喝 喝 喝咖啡 所以我在這裡 因為我就是老家在高雄 在這裡出生長大 我有非常多的口袋名單 一個很厲害的地方要帶你去 原來在地的神秘友人 是我們的混血甜心愛美 看這家人的神經音 就讓我們一起期待 這最在地的外國美少女的 私房名單吧 有沒有看這個 很清華在哪裡 你看得到嗎 你看一下 你看它的汁 還好嗎 還好 其實這一整鍋它是 它是用醇米去熬製的 然後熬到米粒完全 就是濃在湯汁裡面 好嗎 好 好香喔 真的嗎 超香的 所以你這個時候 你的水把味道都弄起來 你看 很滿足的感覺 真的 這個麵不一樣 有沒有看 我們不一樣... 謝謝 謝謝 我的天啊 有沒有很強 對 吃半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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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種玩法在國外 非常的流行 我們很喜歡 國外 然後旁邊有一個小小的咖啡 這邊可以買飲料 冰淇淋 然後漂亮 看得也是雙層很廣喔 很舒服 這邊可以看到 田地啊 山啊 看那個水庫 好舒服喔 這裡 對啊 突然我們跑到國外了 有喔 那種國外的感覺 是啊 這些房子一動一動耶 等一下有一間呢 他已經開了三十幾年了 我去吃它 四十年 二十幾年 我的意思說 四十年前 他們想到這件事情 然後後來呢 過了四年之後 他們開了那家電地市啊 沒錯 好好說話喔 老吳 你身在人家的地盤 就別再假歸假怪了 人家艾美可是從小就住在高雄 在地人 接下來的這間店 可是艾美從小吃到大的口袋美食 你還不趕快帶我們去瞧瞧 會有怎樣的驚喜呢 嗨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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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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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熟的 瞧得出來的 好難喔 阿姨 你好 嗨 妳好 好 響於嗎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四、十、一、十、一、十、十、三、十、四… 好多 算不夠二十十四 超夠了啦 我累了啦 就是他們卖的是包子嘛 是 可是一般的報酬店 不是那種比較傳統小小的 就看起來是工廠啦 對 因為他們這邊的專業 然後這太多客人買了 所以他們就只好工廠跟店家 就一起作弊在這邊 OK 而且它裡面的料多到不可思議 然後不同種類各式各樣都有 阿姨... 我們來看一下 可以... 來啦 一定要看一下喔 好 我們似乎都兩點多就開始收了 兩點多就開始了 對... 所以你凌晨娘三點過來 就看到我們開始在做了 這麼早就開始工作了 阿姨 現在做的是什麼 因為這裡有好多料啊 我最喜歡的口味 最喜歡的 鮑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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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鮑魚肉鮑 鮑魚干貝 鱷魚的鮑魚 還有那個帶鮑 也太多了吧 對 然後全部 這麼多肉 對 是節目小狗吧 不可能是這麼多肉吧 你隨時來吃都是這麼多 不要嘛 你們看這個 太豐富了 太豐富了 你說這個是 那個是鮑魚的鮑魚 鮑魚的鮑魚 對 這麼大耶 對 然後又切片啊 那個要切放進去對不對 這個是整個 這個是那個 活的鮑魚 對 對 你看 整個 新鮮 對 它還泡在水裡面 冰冰的喔 對 它有最誇張的那種 你看喔 超多干貝 台灣好像是一香這種 干貝 珍貝 淘擠的 這個包子裡面又放三顆 對啊 所以我們的食材很實在 在地人就是不一樣 能直接殺到人家 30年老店的廚房也不容易 店裡由於需求量大 因此師傅們 每天在清晨2點的時候 就已經開始在忙碌了 而且啊 這限量的招牌鮑魚肉包 用料真的是有夠浮誇 看師傅不手軟的填入餡料 將海陸兩種享受 一致的包進肉包中 簡直就快把包子筆給撐破啦 看到飽滿的包子 這滋味也實在太令人期待了吧 好香 謝謝 謝謝 你辛苦的喔 觀眾朋友 往注意看一下喔 裡面的汁已經在這邊了 我看得到 看到沒有 每一瓶 你們看一下這個 真的也是 你厲害對不對 對啊 汁水 好 先吃這個 我要先吃這個 限量的喔 是 吃嗎 開門 超多肉 你們看這個喔 看芹花在哪裡 看得到嗎 你看一下 就看它的汁喔 全部都在那邊 很均勻都在那邊 小心看 差不多了 真的超大的 沒關係 可以了 還好嗎 會好 太大石的肉 新鮮 香 二千的醬汁 就是裡面的醬汁喔 對 它裡面有寒豆子 是啊 裡面有寒豆子 二千的肉 我看看要的地方是你看 那麼豐富的肉跟干貝在一起 還有其他的食材在裡面 超級美味的 你有吃到它的鮑魚嗎 還沒有到那邊 因為裡面的東西好多耶 你看 我好喜歡你 好甜喔 好好吃 有…吃到了… 有沒有 超甜 超好吃的 剝開那剛出爐熱騰騰的肉包 裡頭的鮑魚和整顆的干貝 與絞肉均勻的分布其中 這海陸雙翔的滋味 就夠讓人衝動了 但是這間店的招牌 可不只有包子喔 接下來這雞鮮奶茶 更是小老闆為了愛喝奶茶的媽媽 多年研發的心血 嚴選西蘭紅茶嫩芽 以及和當地牧場砌作的鮮奶 用陶鍋熬煮一個鐘頭 天然的爐子在表面形成奶蓋 複雜的工序 小老闆也不嘗試的分享給所有客人 吃完包子之後 果然是從小在高雄走跳的愛美 馬上就有老朋友邀約 要帶兩人去一個文青圈當紅的打卡設地 是改建於日治時代的旅業廠房 這裡除了時尚的中庭廣場 以及絕美書店之外 假日更是有創意四集等多項活動 在這悠久歷史的環境下 又隱藏著什麼美食呢 對 波斯坦 龍蝦 帝王蝦 帝王蝦 龍蝦 這裡有龍蝦 你看 這是石斑魚喔 對 海鮮 Betty 這家店絕對是一個 高級 定級的海鮮料理店 帝王蝦 石斑魚 龍蝦 還有其他的海鮮 對 趕快 趕快吃 好 趕快吃 好 這邊... Betty 還好認識妳啊 真的 一位高雄的朋友 介紹給我一個 很棒的高雄的朋友 然後妳介紹給我 這樣子的家店很好 氣氛 真的 氣氛好 我點個衣服可以嗎 這樣OK嗎 來試個這裡喔 可以... 好 謝謝 少一個謝謝... 謝謝 這個 對 這個 確定 剛剛我點的是這個 是啊 這裡的招牌 確定 很有名喔 很有名是這個 這是豆漿吧 我是從土耳其來到這裡要喝 你們的豆漿是不是 這...這就是豆漿啊 老蝦 你若是要小看豆漿 我可是會生氣氣的 但這鍋神秘潔白的液體 你確定它真的是豆漿嗎 不要這樣 我的眼淚 冷靜一下 每週那麼急 可是我很難哭耶 你啦 你看 我真的哭了 那個口喔 你看 我說沒有 不要這樣子 對 不用 這沒眼睛嘛 這沒眼睛嘛 不動喔 有沒有華麗了 你看 還有... 還有嗎 有 我們要擺滿 我們才要開始開始 我們要澎湃 這個是我可以接受喔 耶 這是我們的 我的天啊 越來越豐富喔 快要麻了 快摘不下了 很好... Baddy小腿 清涼涼我 剛剛我真的有點難過 但是現在已經OK了 回復正常了 Baddy 這個白色是什麼 這個 其實這一整鍋它是米 它是用全米去熬製的 然後熬到米裡 完全都是濃在湯汁裡面 對 叫做無米粥 無米粥 無米粥它其實就是像火鍋湯一樣 OK 那它粥底本身因為沒有味道 它沒有放鹽跟味素 所以基本上我們要先熬湯頭呢 我們要從海鮮開始放 滿濃的耶 我覺得有點像米漿 或是那種一人漿的 有一點喔 濃稠的感覺 那這樣的話 我先開始幫你們熬湯頭 那我們先下的是蛤蜊 蛤蜊 蛤蜊 因為一般的話 我們火鍋會放火蛤蜊下去 不過因為五米粥它本身是醜液 它裡面不能有吐沙 不完全的蛤蜊 所以我們會先把蛤蜊先進去 蒸籠裡面先蒸開 一下 好 可是它的湯頭也要放進去喔 對… 很好 火鍋湯之後 香氣出現了 很好耶 這樣子的火鍋 我在台灣第一次看過 老吴 這鍋厲害了吧 這鍋可是使用台庚九號米 大火熬至六小時 將米熬到炸開變成粥米 再將粥米做成火鍋湯底 所謂見湯不見米 是源自老廣東的吃法 而煮法也與一般火鍋不同 不是先下蔬菜 而是由海鮮先入鍋 慢慢煮出海鮮的鹹味 並在這不同的階段 可品嘗出不同層次的味道 就讓我們趕快來品嘗看看 第一道湯頭的鮮甜吧 那我們先喝那個 現在可以嗎 確定喔 可以... 可以喝喝看 可以喝湯了 可以喝湯 OK 好... Yay thank you 終於可以了 OK... 妳看這個濃度喔 對 OK 這個更濃 真的 越來越濃喔 上面都是泡泡 好 好香喔 真的嗎 超香的 很濃吧 很...很鮮的味道 我覺得那個沙子味道很濃 誒 說真的我可以聞得出來 這個剛剛的海鮮的那個香氣 它有蜜的香味 我看看 都融合在我們的宇宙裡面了 哦 誒 蠻特別的喔 好 淡淡的味道 淡淡的 可是不會那種很... 很淡味 不會 它是淡淡的 可是它鮮味已經很香 那等一下陸陸續續放完更多食材的時候 它每上一個它的層次會更過癮 都變 都一直變 變掉之後 對 OK 所以等一下接著幫您下周的是 我們的土雞肉 現在就變成雞肉的味道 會進去裡面喔 就會一層一層味道會越來越豐富 因為它這個它不算香濃 可是我覺得香脂耶 沒有出來了 海鮮的甜味有出來了 那牛角排的部分可以用蒜的 蒜的 對 可以用蒜的 蒜的意思就是 把這個拿起來 然後這樣嘛 對 就下窗裡面直接去煮 OK 這樣子 要等多久呢 一下子要嗎 這樣 因為牛肉 每個人喜歡吃的熟度不一樣 OK 就可以 可是你要讓它煮一下下 好的 好嫩啊 好Q 傻眼了 它Q的跟水煮蛋一樣耶 你一吃它就彈起來了 這麼嫩 超Q的 對 它味道超棒的 OK 好喜歡 好喜歡 對 好嫩喔 你會不趕快吃 等一下 等一下 我幫你夾走了喔 可以 我要吃牛肉 我等牛肉等很久了 真的喔 跟我老婆一樣 等了35年了 OK 可以了嗎 OK了嗎 這個可以了 我會接受這樣子 現在是氣氛嗎 咬著斷嗎 軟的嗎 硬的嗎 彈的嗎 有鹹嗎 好激化 咬著斷 如果一句話 一點鐘會硬 所以你這個時候 你的舌頭會腫起來 你看很滿足的感覺 是很好吃喔 我也想吃吃看 而且他們夾在脂肪也在裡面 會比較油油的那種彈化 你看有沒有發現 肉一放進去 就外面會形成一個很細緻 然後很飽嫩的那個片膜 太厲害了 它食材的鮮味跟那個美味 就突然就縮在裡面 對 太好了 很強耶 什麼 每一道入鍋的食材 都會被包上一層面膜 這就是五米粥的神奇之處 天然粥米 吸附在肉片上 保留住肉的鮮甜 更讓肉質嫩而不膩 最後再加入蔬菜 讓蔬菜吸附熬煮這麼多 精華的粥米一起入口 清爽鮮甜的口感 讓整鍋粥有了個完美的Ending 而這間店除了五米粥之外 店內的港式功夫菜 可也是赫赫有名的 尤其是這套脆皮香毛雞 沖煙料 淋糖衣 風乾 並在上桌前淋上熱油 讓表皮酥脆 每一道程序都講究 廚師的經驗和技巧 這享受保證讓你難忘 在吃飽喝足後 老屋決定到戶外走走 讓艾美怎麼老弟的 投滑手機呢 艾美 今天天氣很好 不熱 不冷 好舒服的天氣 來到這麼漂亮的地方 你還在刷手機 你好 你在幹嘛 為什麼在刷手機 我的明明薑 我找不到它 你的什麼薑 什麼東西啊 醉雞啊 你也在玩這個醉雞 你這麼大 你幾歲啊 我媽媽也在玩啊 沒有關係 我老婆也在玩啊 但你還抓我 他最近寄給我一個明信片 好 這個 他寄給你的明信片 你放在屁股那邊喔 對啊 很寶貝的 然後就這樣失蹤了一個禮拜 我找不到他 艾美 我說秘密醬 就這樣消失了一個星期 一定是你沒有在桌上放東西 等它回來喔 搞不好在哪裡看上了美景 交到了新朋友就不回家了 我看你們還是尋找明信片的線索 去草叢找找 樹上看看 說不定也能找到秘密醬 所看到的美景 並且把它帶回家喔 是哪個 我放 我在這裡 有啊 有啊 真的 你看 那一根 我看一下 我比較一下 有對不對 我真的耶 你模樣 他應該在來高手等我 等一下 你去旁邊 你去旁邊 我看一下 因為現在我沒有 手上沒有清完 你看一下 真的在這裡 找到了喔 我給你 有嗎 有嗎 有啦 這是一個地方喔 秘密醬 有啊 找到了 好可愛喔 這就到了新朋友耶 原來是這個地方喔 堵住得很好 你看 好像 揮畫得很好 就是國外的什麼講 咖啡廳嘛 對 戶外的咖啡廳 可以休息 還有涼亭這樣 不是啦 雨傘 對啊 通常很好 超悠閒的 其實這種方法在國外 非常的流行 我們很喜歡 國外 然後旁邊一個小小的咖啡 這邊可以買飲料啊 冰淇淋啊 然後呢 樹葉 看的也是算是很廣喔 很舒服 這邊可以看到田地啊 山啊 看那個水庫 太漂亮了 對 水庫在那邊 但是我覺得 我們現在站著這個角度 好像是不夠 你看這邊還有一個橋耶 有 天啊 你看 我的秘密醬在上面 我看一下 對嘛 你看啦 他在上面... 那邊... 你...在那邊啦 走 去找他吧 你去找他嗎 走... 秘密醬 從這邊過去啊 哇喔 看來秘密醬果然是個旅遊達人 第一次離家出走 就來到了這個高雄最夯的新地標 岡山之岩 而這個今年西洋情人節 剛開放的天空廊道 走在上頭可以俯瞰整個大高雄 視野遼闊 也是高雄地區第一座天空廊道 除了橋上的美景之外 觀光區的美食及飲料 也讓人十分放鬆 這麼快是秘密醬 能找到這麼好的地方 但一個星期都過去了 美美醬真的還在嗎 老屋曖昧趕快去找找看吧 好舒服喔 你們看右邊左邊都是樹 怎麼了 找到了嗎 美美醬 找到了 找到美美醬了 我的美美醬 你在這裡喔 怎麼會在你手中 不認識他 是我好朋友是局長啊 你好 我是高雄市政府 觀光局局長 我們是老朋友啦 對啊 好久不見了 對啊 對啊 謝謝你幫我照顧他 失蹤了一個禮拜 是 因為他來到我們岡山之眼 所以我有特別請他在這裡 要敬明線片 告訴你們他在這裡喔 太棒了喔 玩這麼久 一個禮拜都不出現 沒有…我覺得妳太輕人了 不是這樣子 妳沒什麼叫 美美醬 我愛她 好 那美美醬來到這邊 就是我們的岡山之眼 天空廊道 那我們整個岡山之眼的設計呢 是用我們的音樂的一個概念去設計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們後面這個地方 它的這個卡柱呢 就是用小提琴的概念 有… 它就是一個小提琴頭 另外一道我們走到終點 你看到那個回旋桶 這個地方是一個口琴的造型 口琴喔 是的… 那如果妳再往下看 我們有一個平台 那個整個平台呢 都是用這個小提琴的一個設計的 這樣子的概念 很有趣 這一個造型非常的特別 這就是一個希臘的古琴的造型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就是希臘的那個 這個我知道 對 李拉琴 對 小天使彈的那個 是 是啊 讓我來示範吧 天使彈 有嗎 沒有 就是有點小惡魔的感覺 不好意思喔 怕你來嘛 很多台灣人有沒有去國外的時候 看到一些特別的經典的時候 玩一些東西對不對 注意看喔 借位對不對 借位喔 你看 你看喔 抓對不對 你看 難怪咪咪獎也會來這裡了 但想要走上天空廊道 每天可是有限制人數的 需要事先預約 連著來到現場 還沒辦法體驗高空之美 未來會增加參觀的提示 讓民眾有更多的機會 要看阿公店水戶 以及與越世界相似的特殊地形 同時還能享受漫步在雲端的體驗 那麼接下來 愛美又有什麼私房名單要推薦給大家呢 是喔 自己來… 好啊… 妳都在大廈門站這邊嗎 人很多耶 觀眾在等我們 妳在這裡講電話 好 哈囉 對 旁邊是吳猛 她要跟你說嗨 我在工作 我在工作 不好意思喔 你放電話 當然啦 要工作 妳看觀眾都在等我們耶 對… 我這個朋友啊 因為我每次回來高雄 我一個人問她 哪裡有好吃好玩的 她懂嗎 妳看… 妳看我這個朋友 她根本是網美網的牌 全部都是吃喝玩樂的東西 我剛剛跟聊天的人 是她 完全聽不出來 她沒有自己的鑰匙 全部都是吃的耶 妳看 這是買牛排牛排 肉類 很多美食啊 資訊很豐富 資訊絕對很豐富 而且她說這家店嘛 對 她說這家 然後說要趕快來 因為很常會有盤個 看得出來 對 已經 妳看妳下旁邊喔 好多人 大姐妳好 妳好 看起來妳在這裡等很久的樣子喔 半個小時 半個小時 妳有拿號碼牌嗎 我有拿到啊 我很好奇 他們到底寫什麼 說什麼 跟其他店家有什麼不同 特色在哪裡 好 皮帶麵 皮帶麵嗎 皮帶麵 很粗的很胖的麵 這麼快嗎 這樣 這樣 這樣還可以喔 好 這我的皮帶 我原來換的牛肉 我本來是不吃牛肉 但是我還沒吃牛肉 好吃 它那個湯頭 我不是辣 湯頭 我吃 還有到最後就是那個 那個 豆花 真的 等一下大姐妳不是代言嗎 我不是 我不是代言 她講我這一場 好耶 因為我來吃過啊 妳的麵 湯頭肉變豆花 全部都可以嘗嘗 全部都吃了 全部都好吃 那個豆花真的很好吃 大姐妳也太專業了 不過到底是什麼樣的美食 會讓大家吃完都變代言人呢 這間店 原本在瑞峰夜市裡的 兩間排隊美食 後來一起轉移到 車水馬龍的大馬路旁 但現場還是排了滿滿的人潮 勞務暧昧 趕快帶我們一探究竟吧 哇 這有尖叫 來 來... 這就是 煎餃 煎餃 可是它的煎餃 長得跟水餃有點像 對啊 對 我們是用水餃下去煎的 所以煎餃 對 煎餃 沒有錯 你們的煎餃好像少掉了耶 你看一下 下面白白的喔 不會 它不會燒掉 它就是我們的餅皮 其實它整片 它都是可以吃的 來... 放一下喔 對 剛剛我看到的樣子是這樣 然後以為這邊都燒焦的感覺 對 我以為燒掉了 後來師傅說 不是... 可以給我那個嗎 可以 沒問題 他說這個動作 你看喔 對 先蓋住 蓋就這樣嘛 就這樣 然後這樣 後來就變成... 應該可以吧 對 就這樣 成功... 變魔術了 超薄 超脆的耶 你可以吃它 好酥喔 真的嗎 超薄的 我覺得很像玉米濃花上面的酥皮 一層也很非常非常的細 這道超人氣的煎餃 使用黃金比例的麵糊水 將底部煎到酥酥很薄的一片 而邊邊的脆片 形狀則很像冰花 老闆為了健康 還特別減少了油的食用量 因此這火候的掌控非常重要 想要煎出金黃酥脆的美麗冰花 這絕對是門學問 而光外皮就如此的講究了 真的是讓人更期待內裡的滋味了呢 好 那我就直接來吃吃看囉 不知道裡面什麼口味 其實我本來想要 舀一半給鏡頭看 可是它好像是一口小 然後快香了 就不小心塞進去了 你可以趕快看到它的汁 如果你要給鏡頭看的話 到處會有它的汁 它裡面還有水 我覺得有一點點像湯包 滿水 然後 好 你拿一口小餐 我拿到了這個地方喔 你有沒有看 你看 已經在滋滋了 對... 滋滋的嗎 真的很汁 它都吃太多了 滴滴... 你怕會有那個油耶 加多那個湯汁 它的口感真的是非常的甜 而且它有多一個這個皮 加一個碎度 而且皮很香 很香 不是皮會把這個煎餃香氣 再拿下去 對啊 沒想到婆脆的酥皮 驚意外的和煎餃這麼的 match 新鮮的餡料 充滿湯汁十分的juicy 雖然是一口的份量 卻包進了整尾鮮蝦 滿足了整個口慾 而爆汁牛肉餃 咬下後的爆漿感 更是讓人來不及擦嘴的好滋味 一口接著一口 接著大姐推薦的另外一項超人氣甜點 就是每天新鮮現做的手工豆花 什麼 竟然還是讓客人免費吃到爽 這實在太超貨了吧 這豆花看起來超特別的耶 有焦香的味道 不然 不然我們現在才開始了 你吃太快了吧 我們正要開始講這個豆花耶 開始了嗎 開始了 太好吃了耶 你已經... 那個... 那... 不好意思... 你要講滷味道嗎 還沒...等我一下 好 那我先來吃吃看 現在可以了 好... 神坑的那個焦味的豆花 最傳統的 超級焦香 很濃郁 不是那種 是免費給大家是還好的 是不是 隨時都可以吃頂級的 好吃的豆花 我好喜歡 它好滑順喔 超滑順的 而且它熱的冷的都濃郁 都可以 這是算比較溫暖的那種 喜歡嗎 我喜歡的焦香味 謝謝老闆 謝謝你 好大碗喔 這是幾人份的 一人份的 一人份的 這是妳的還有我的 沒有 這是一個人份的耶 這就是妳的 這比我們的臉還大耶 對啊 注意看喔 這個麵不一樣 你們看 我們不一樣... 對啊 剛剛那個小玲她說 真的沒有開玩笑 這個是比我的皮帶還要粗耶 對啊 剩兩倍耶 我可以還跟它拉了你看 很香 很花 很Q 很花 妳有沒有看這個 很Q 很Q 然後呢 它的牛肉麵呢 就是它的牛肉麵 妳有沒有看一下這個 對啊 比較薄的一種 可是份量很濕 很多喔 超多片的 超多片的 超多片喔 也滿軟的啊 對啊 我覺得很軟耶 很棒 好好吃 而且雖然它是做片狀的 可是你看 我覺得它還算厚耶 很大塊厚實 然後裡面還是味道很多 這家店真是讓人驚喜不斷 最後的鎮店之寶 是真正行來的必點美食 鋪著滿滿一碗牛肉的牛肉麵 是肉十足的最愛 老闆可是選用牛腱中 最高級的花腱 而寬版的皮帶麵 吸附了熬煮八小時的牛肉湯 難怪有一群死忠的顧客 艾美的在地美食達人朋友 果然不同反響 接著艾美還有什麼樣的口袋名單 要跟我們推薦呢 這個滿特別的箱子 但是我有點懷疑啊 怎麼了 你的口袋名單裡面 最後一個要介紹的 應該不是這些吧 但我口袋名單真的很多家耶 也太誇張了吧 我們就來挑一個吧 會 就知道了 MLT 小姐妳看 就是她了 妳還好嗎 剛剛發生什麼事情 剛剛發生什麼事情啊 我沒有去讓妳啊 妳好好跟我講 我可以什麼 妳以為我們外國人這麼笨嗎 這是什麼東西 這是... 我其中一個口袋名單 我們就要去這家啦 可以啊 艾美妳的名單 真的是塞滿口袋啊 看妳的架式不輸賭神 隨便信手演來都那麼有自信啊 雖然被老屋看破手腳 不過接下來要帶大家去的地方 相信一定是真材實料 看這店裡的用餐人潮 相信比妳這辣茶的一朝辦事 應該更讓人放心許多吧 那就趕快帶我們進去瞧瞧吧 來吧 如何 好日本的氣氛喔 對啊 全部都是你剛剛畫的圖啊 還有我們的小擺設啊 太好了... 好喔 好... 氣氛好好耶 你看在這裡面喔 你看全部都是 手工弄的那些藝術的感覺 很好 而且日本他們真的很喜歡 有這種小小的吧台 然後他們就在這邊會喝一些酒 或者這些現點壽司 OK 這種吧台的感覺 你說的現點壽司在這裡啊 對 太漂亮了 沒有說妳要什麼都是現做的 我最喜歡這個喔 我要這個 然後要這個 這個也要... 這個也要... 這個要兩分 還有這個... 永生節也要 因為最近比較珍貴 永生節要來的貴喔 全部都要 全部都要 你好更厲害的 這個已經是夠厲害了 你看一下 這樣子的感覺啊 可是厲害的更深的也是 澎湃 菱花 待會兒都讓你吃得到 老我你別急 別忘了我們的艾美 可是有一半的日本血統啊 由他帶入的這一家日式創意料理 可是隱身在巷弄中的人氣美食 光是看店裡的擺設 就隨性的遍布了滿滿的日式風格 而料理台上 師父正在幫你們準備的這道 炙燒鮭魚花捲 可是菜單上都沒有的隱藏版美食 要不是因為有艾美的介紹 今天可能就沒法吃到這個 超澎湃的料理了 各位觀眾 準備了 因為我們的美食只講顛覆你的視覺了 哇塞 真的是哇塞 看起來好美啊 你看這個喔 不好意思我現在沒有辦法看你喔 雖然你也是很漂亮 我已經盯住了 這個是不是豪華料理喔 是很豪華 但這個 我們有更厲害的 更厲害的 Yeah 這已經很厲害啊 你看我說 不不不 愛的都在這裡啊 我們豪華之外 我們還要浮誇 還要澎湃 什麼 你在島上誰了 怎麼這隻 在這裡 帥哥你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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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my God 有沒有很強 這個如果是跑車的話 旁邊出現了一台飛機 真的是這樣子喔 這個炙燒鮭魚起司花卷 太厲害了 我們來看看它裡面 到底有什麼好不好 你剛剛說的是它的名字嗎 是的 所以光這個名字 你就知道它裡面的內容物 非常的豐富 一定要給觀眾朋友們看喔 觀眾朋友們大家可以貼上去 是 電視機上面 你們看一下喔 明太子在上面 對 蔥花 鮭魚 起司飯 而且還有海苔 海苔 蛋 你看這個應該是龍蝦 還是螃蟹那種 對 粉紅色的 對 還有一層一層下去喔 你在練手背 沒有看過 很重喔 這絕對是壓力 觀眾朋友們你們看喔 我的肌肉出來了 因為這是真的有點重喔 真的啊 後面 你趕快吃 我覺得它已經快要崩塌了 對... 很重... 太重了 沒有包包太大了 壓不掉 吃半口 一半... 哇 你這個牠的尺寸不錯喔 太豪邁了 太好吃 他說太豪邁了 好好吃喔 還有嗎 我吃過很多類似的 他吃過很多類似的 類似的 夠不夠澎湃 很厲害 還可以喔 很棒 好啦 這裡面非常的豐富 我現在吃一半看看喔 好美味喔 好美味喔 喜歡喔 而且它裡面 它要放那個海苔粉 就是要弄吃那個 烏克雞 那個味道好濃 裡面還有很多芝麻香 就是你會知道它的鮭魚跟起司 超級融合 然後它有炙燒那個香氣 因為那個油會被燒起來 就很香 這道視覺感超強烈的澎湃料理 除了好看之外 充滿油脂的鮭魚 在經過炙燒後 和融化的起司結合在一起 香氣四溢 看這滿滿餡料的壽司 果然超澎湃 但是如果你以為只有澎湃 那就錯啦 看師傅熟練又迅速的翻炒的燒肉 再用炙燒的方式燒出焦香 接下來這道既澎湃又浮誇的料理 看來老吴跟艾美要準備接招啦 搶了 你知道我在幹嘛嗎 你在幹嘛 我在暖身 為什麼 這只是我們的暖身小菜而已 哪裡 這是已經夠誇張了 還有什麼 沒有 我們等一下還有重頭戲 這不是重頭戲 為什麼 跟我剛剛開始 又來了這個 包亮燒肉丼 Yeah 燒肉丼 燒肉丼 你看3跟蟹一樣 有20片吧 絕對有 那請問為什麼它是一個苦瓜料理呢 它不是苦瓜嗎 沒有 你看它的飯耶 其實這是我的啦 你的還在 還在那 你的 謝謝 先生 可以了嗎 可以... OK喔 好 加油 就可以說這個飯還有兩公斤重 什麼 OK... 真的看起來是一片一片的鰻魚一樣 我教到了 而且我已經翻到第三片 我還看不到飯耶 我這邊已經看到一點點 對 有了嗎 那這個之後出現一點點的白飯 好香喔 你看那個醬油很香 真的很香 很炸實的肉 甜甜香香還有芝麻的香味 它鹹而不膩耶 不會 然後很Q 我的鴨子每一次下去的時候 裡面的汁會慢慢的溜出來 所以我建議大家來這裡的時候 不要馬上吞下去 咬多一點 享受一下 因為越咬 它的汁會越多 它是一個很... 當然苦瓜的料理 好吃喔 這道究極爆量燒肉豆 其實是屬於大胃王競賽的菜單 老闆每年都會不定期的舉辦大胃王比賽 只要你敢來挑戰 並在十分鐘內吃完就可以免費喔 看你們兩位吃得這麼豐盛 太有浮誇的美食 實在太誘人了 真不愧是艾美的口袋名單 果然不同凡響 而老屋在經過這一系列的精采行程後 決定要好好的謝謝艾美 正巧老屋的一位世界冠軍友人 在高雄舉辦了一場世界級的咖啡大賽 於是老屋決定要帶艾美去參加這場盛事 看著熱鬧的活動會場 究竟這厲害的世界冠軍會是誰呢 師父你好 你好 好久不見 好久不見 她很厲害喔 她的咖啡喔 你聽她的故事之後 你會覺得咖啡是一個藝術 一個文化 她打的文字真的很浪漫喔 是啊 你說什麼 她說要嫁給勇敢還是夢想什麼 然後你娶她的時候 你就要永遠跟她在一起 就覺得很浪漫 好感動 因為在男生的世界 最會把妹的人就是這種人 對啊 浪漫嘛對不對 來師父啊 今天這裡為什麼特別的熱鬧 你真的很能夠推廣喔 這個平衡場耶 今天我們在這邊辦的是一個 大港杯的國際烘焙賽 還有文香賽事 國際型的賽事 我們站立足高雄 向台灣發聲 然後就由台灣向世界發聲 告訴世界說台灣有一群 真的很喜歡咖啡的人在這邊 是啊 好光榮喔 那來師父啊 這麼多的人來這裡比賽對不對 那應該有一些獎金吧 獎品 對 送的第一名是 價值80萬的烘焙機 對 它是台灣吃嗎 可以嗎 這個是禮物啊 禮物 是 國際級的賽事就是不一樣 連禮物都是大手筆 這台出自高雄的知名品牌烘焙機 可是所有咖啡職人的夢幻藝品 再加上其他的獎品 中價值超過130萬 可見這場賽事的盛大 讓現場所有的參賽者 無不卯足全力 就是為了爭奪冠軍頭銜 而主辦單位也很用心 為了讓咖啡的專業 能夠更接近民眾 於是將冠軍的決定權 交由在場的200位觀眾 忙贏投票 讓最受歡迎的咖啡 贏得這時的冠軍 接下來 就換老烏和艾美上去忙喝囉 太緊張了 真的,待會兒要驗尿了 好了,不知道 不是驗尿了 是喝咖啡對不對 太緊張了 太緊張了 現在是 投票的過程還在進行中 這些都是評審 等一下他們結束之後 我們要跟他們一起上台 然後我們要喝喝看 我們要平常但是不能投票 我們就是要看一下那個感覺 對啊 對,我們把這個感覺留在心裡面 對 然後大家也可以想想看說 欸,我們真的跟我們 然後的咖啡是一樣 因為我們好像 對 我們是最後一個人要上台 對,我們來品嘗一下 來,吃喝囉 一起來上去喔 我品嘗沒有喝 我們要讓大家吃A咖啡 對 我們現場不知道對的名字 對 就直接忙喝 對,忙喝喔 只能直接跟大家說ABCDEF 對 我覺得他喝起來很酸 可是後面還是會有那個 果味 然後這個好像有一點焦焦的味道 沒關係,我們繼續喔 這裡是B嘛 這個比較淡一點 好像 這個比較淡一點 哇,很難選耶 真的很難選喔 我比較喜歡這個 因為剛剛那個比較苦 然後比較有口腰味 對,這個比較淡 比較淡 比較順一點 好,我們要繼續囉 現在是C 在經過兩百位觀眾 激烈的盲引投票之後 現場除了飄逸的咖啡香氣之外 還密漫著一股緊張的氛圍 隨著舞台上 開票數量不斷增加 老吳和艾美也一樣關心著 自己青睞的咖啡 是否能脫穎而出 所有人鄙息以待 就是希望能再次見證冠軍的誕生 而老吳跟艾美也很榮幸地 擔任了頒獎嘉賓 看來冠軍就要揭曉囉 那我們就搬到我們今天的戰略獎 可以,沒有問題 那我覺得這個榮幸我先給你好不好 也練大家聽今天的冠軍第一名 這個人跟我紅中耶 這是來自江蘇往南京 因為微微啦 微微 好,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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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激烈的競爭中 冠軍終於脫穎而出 老吳也送上了他自己的新書 作為祝賀 一切就在歡樂的氣氛中結束了 而主辦人賴師傅 也為了感謝老吳及艾美到現場幫忙 於是就招待他們來到高雄一間低調奢華的飯店 舒適的飯店環境 正好可以讓兩人好好享受這段悠閒的時光 在飯店的樓上 還有景觀美、氣氛家的酒吧 可以好好為這趟美麗的旅程畫下完美的句點 回憶起這趟艾美的返鄉之旅 我們品嘗了許多經典美食 也看到了如今高雄最夯的熱門景點 最後還參與了一場國際比賽 如此精彩又好玩的高雄 接下來的連假 合不好好地安排一下 也來一趟精彩又好玩的高雄之旅吧